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务院代表习近平行不行 不行 在动态清零的情况下 真真正正能够代表习近平的是谁 孙春兰 每次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每一个城市都会出现一个人物叫做孙春兰 他就是习近平最信任的所谓的叫做阴差大臣 他下去将整个陕西 山西 重庆 甚至海南还有的就是上海 全面最严格的防疫都是由他的攻坚战 由他打赢 事实上 二十大之后 明年 换季孙春兰就会离开这个政治舞台 事实上 他现在应该是一个闲人 但是习近平信任的人究竟有多少 宣春兰算一个 所以在这一次的防疫运弄 尤其白子革命来到的时候 宣春兰再一次披格上阵 不止去重庆搞碰这个乱象 更多的就是现在 在11月30号即是昨天 在国家卫健委 健康 卫健委召开的 座谈会指导 随着奥米克戎的病毒 致病性减弱 疫苗接种的普及 防控经验累积 我国疫情方向 防控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 根据会后发表的声明 孙春兰没有使用动态清零一词 前一天的 简报会上的 包括国家卫生委员会 在内的机构官员 也都没有用到这个词 而是鼓励老年人接种疫苗 被认为是北京 改变动态清零的 可能迹象 不用可能了 其实就由 孙春兰代表 习近平出来一锤定音 你看到不单止是 广州13个区全面解封 昨晚半夜也都迎来了 上海全面解封 喂 广东还有一万人 已经全面解封 上海 也都是 很严峻 解封 由孙春兰开始公告 告诉大家 澳米黑龙 已经并不严重 跟着要调整 防控的办法 跟着你们老人家 80岁以上的 麻烦你们勤打疫苗 即是在那里宣示了 动态清零 玩完 起风了 习近平 在这个所谓的 病毒攻坚战 他输了 是输得很彻底 虽然这次的白纸革命 不是真真正正能够 变到什么 但是习近平在这个场面 他没办法坚持下去 输了 输得很彻底 因为在外国 看着你 你出兵 不行 你镇压 做不到 这样 你不妥协 又没办法 唯有 兵分纪录 模糊焦点 外国势力 跟着 就由孙春兰 开口 跟大家说 动态清零 不要提 有的 有的 但是你明明中国是怎样想的 就是等于董建华当年 喂 八万五 不提就不存在咯 所以你见不到 慧建华要再讲动态清零 当然了 不提就不存在 尤其在孙春兰巴口上 习近平 出道以来 十年 未尝一败 他斗倒了 薄熙来 他可以把江派连根拔起 团派打个措手不及 在面对特朗普 中美贸易战 反反复复 绝不妥协 斗天斗地 斗人民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输过哪一场 你告诉我 斗地产商 三条红线 斗金融体系 将他们连根拔起 习近平 真的威风 一时无量 一个动态清零 搞足三年 在这里 斗遍全世界 成为了世界上 防疫 最好的地方 结果 他斗输了的 不单止是斗输给 白纸革命 更重要的 真的输了给 奥米克隆 因为奥米克隆 的传播实在太快 你认为你真的可以 动态清零 是永不可能 用这种 隔绝式 其实 西方国家 一来到奥米克隆 你就见到他们 只得两三个月时间 就全面这样 举手 躺平 就是这样 当他的杀伤力 并不严重的时候 什么都是多 人 是有适应 而更重要的 你不停地说 就是说 致命率 事实上 你连公布都不敢 节目做到这里 跟大家说声 拜拜